第十章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下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话说在处理西洋事件以后,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 他向工作人员郑重地宣布了两条要求,一是自力更生,一是艰苦奋斗。 他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大家都说,愿意。毛泽东严肃地说,那好,我们就实行三步,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我不吃猪肉,也不吃鸡蛋,用猪肉和鸡蛋出口换机器。 我呢,有米饭,青菜,盐和油就够了。 他给自己的饮食,做出了新规定,不吃荤菜,只吃米饭和青菜。 护士长吴旭君劝毛泽东增加营养,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也不舒服啊。 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 吃素不要紧。 吴旭君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只好每天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增大素菜的量。 毛泽东还是不让,每顿按照他的指示,只炒一个青菜,两样小菜,还是照样吃原来用大米、小米合作的二米饭。 有一次,毛泽东带机要秘书罗光璐等人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他叫工作人员,同他一块吃中饭。 毛泽东发现餐桌上有一盘肉,毕级叫来管理员问道,大家都没有吃肉,为什么给我们搞肉吃? 管理员解释说,前天招待外逼宴会,按规定准备两桌菜,因为临时人数有变动,省下一桌菜,剩下两斤肉,才让主席和同志们打打牙记。 毛泽东听说,大家都分吃了一点,就没有话说了,他吩咐照章付款。 有一次,毛泽东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不得不嘱咐厨师添了一盘红烧肉。 毛泽东要高志陪客,高志给客人们加了红烧肉,给毛泽东也加了一块。 过了一会儿,高志又加了红烧肉给客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吃红烧肉了,于是又给毛泽东加了一块。 谁知毛泽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高志再也不敢给他夹肉了。 这个时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纳每月口粮只有27斤,根本不够吃。 在一个周末,将军塞给女儿一包奶粉,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是下不为例,以后不许再往学校带东西。 据卫视尹金山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北大看李纳,见李纳脸色不大好,就问他说,是不是生病了。 李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尹叔叔,我饿得难受,尹金山听了很难过,回到中南海,就向李银桥做了汇报。 李银桥想办法搞到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纳送去了。 李纳接过饼干,看看四周没人,抓起两片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几下就吞了下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包包好,藏了起来。 毛泽东知道李银桥去看了李纳,就把他叫进屋里,盯着他问道,去看李纳为什么不是先说一声,你给他送什么了? 李银桥不好隐瞒,只得肇实说了。 毛泽东声色俱力地说,三令五身,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李银桥小声辩解着,毛泽东把桌子一拍,高声说,我的孩子就不许送。 李纳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这是为了能让他有机会和爸爸妈妈见见面,也是借机为他改善一下生活。 大师傅每到桌这顿饭时,都要加两个好一点的菜,让他稍稍解解馋。 自从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人实行三不正策后,李纳周末回家,大师傅照例加两个菜,可质量却明显地下降了,连油花也见不到几滴了,那味道跟学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许多。 餐桌上甚至连毛泽东最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 在李银桥送饼干不久的一个星期六,尹京山利用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说,主席李纳回来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嗯,那好,那好。 尹京山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稍意犹豫,小声说,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这一顿晚餐,崔世元搞了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酱豆腐等四个小碟。 他还得意地说,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此时,李纳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和爸爸谈话。 他说,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里。 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 毛泽东轻声说道,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赌难关。 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他还开玩笑说,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啊。 说吧,就拉着女儿来到饭桌旁。 饭菜已经摆好了,毛泽东说,嗯,今天一起吃饭。 李纳刚坐下,就抓起了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嗅了嗅,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做成的。 他深深地吸吮着香气,说,啊,真香啊。 他望着父母菜人一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江青望望女儿,又望望毛泽东,勉强笑一笑,加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 毛泽东望着女儿,说,吃吧,快吃吧。 李纳往嘴里扒饭,饭太烫,他嘴里含着饭,丝丝地向外吹热气,吹了几下就咽下去,烫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 吃慢点,着什么急? 毛泽东轻轻地笑着,笑得很不自然。 李纳瞟了一眼旁边的卫士,腼腆地说,在学校里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吗? 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很低,脸上已经变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 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 他那白皙的脸色已经有些苍白了,目光直直地望着女儿吃饭。 李纳在父母面前从不拘束,也无需保持形象。 他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抬一下眼皮,目光匆匆扫过桌面,看看饭菜还剩多少。 卫士们看着看着,眼睛酸了,喉咙也堵塞了。 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啊。 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个样子。 毛泽东开始还陪着女儿慢慢地吃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渐渐地,她不说话了,终于停下了筷子,正正地望着女儿出神。 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 李纳的嘴终于离开饭碗,诧异地问。 毛泽东说,哦,人老了,吃不多。 我很羡慕你们青年人。 她说着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抓起报纸,侧着身子看保。 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看一眼毛泽东,把剩的半碗米饭倒进李纳的碗里, 瞟一眼毛泽东,起身离开了。 为什么看到她眼眶里已经溢满了泪水? 毛泽东始终埋头看爆,似乎什么也不知道。 她慢条思理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搞社会调查, 有次饿了一天,讨了一块番薯,毛泽东还没讲完, 李纳的心思只在吃饭上,也没注意父亲说什么, 就说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呀。 打扫完,毛泽东好像不敢看女儿, 用左手在桌子上点了点,说三光正测,不要浪费。 李纳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两眼在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 仔细地夹起,朝嘴里送。 她说,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力,饭量特大, 这么大的窝头,我能吃三个。 她比划了小碗口那么大。 毛泽东没有看,还是盯着报纸看。 今天的饭菜真香啊,可惜,李纳望望盘子, 又望望尹金山,说尹叔叔,还有汤吗? 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尹金山猛地转过脸去,泪水夺框而出, 朝着厨房跑去。 哎,李纳这孩子也真受苦了。 炊事员嘴里念叨着, 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魔头。 尹金山等不及在火上烤,便拿来给了李纳。 李纳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爸爸, 掰一块魔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 尹金山拿来热水瓶,将水倒进菜盘, 帮他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了,让他喝。 毛泽东的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了两声, 站起身,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 他站在院子里,凝视着那七棵古老的柏树, 久久一动不动。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的卧室, 估计他是为李纳的事而来的。 尹金山忙退出来,在外面示例。 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 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了。 尹金山想了想,便进去替毛泽东倒茶, 借机说,主席,李纳太苦了。 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什么都明白, 他断然地说,和全国人民比起来, 他还算是好的。 可是,不要说了。 我心里并不好受,他妈妈也不好受。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无忧伤地说道, 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 他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 还是那句话,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呢? 还是各手本分的好, 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 现在这种形式尤其要严格。 正是,国家有难,人民苦情, 领袖绿级与民同。 不忍间鄂儿竟有这般吃相, 为是落泪,父母动容。 谁个不怜惜前女, 只缘我是毛泽东。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 大师傅想办法弄来了一条鱼, 可是这条鱼看样子只有半尺来尝, 身子又扁又平。 他还特意说了一句, 主席好长时间没有吃鱼了。 一家几个人都不动筷子, 想把鱼留给毛泽东吃。 毛泽东奇怪地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说,吃啊,吃鱼啊。 他见几个人还是不动筷子, 便把筷子伸向放着鱼的盘子, 招呼道,吃,我来带个头。 李敏,李勒,毛远欣, 只好慢慢地吃了起来。 但他们无论如何, 也高兴不起来。 后来, 李勒因为缺乏营养, 得了腐肿病。 毛泽东说, 这比起在井冈山的一段生活来, 也还算不错了。 当年, 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败时, 有人就沮丧, 就灰心, 好像眼前一片漆黑。 我可不那么看, 黑暗过去就是光明。 有一次, 我对战士们说, 你们年轻人, 嘴上还没有毛利, 我比你们的年纪大。 我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难道你们年轻人都不想? 我希望革命胜利后, 大家都健在, 我和你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 不久, 身材高大的毛泽东, 体重已经下降到了75公斤。 再说, 1960年11月2日, 毛泽东收到了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11月3日清晨, 毛泽东审月修改完了紧急指示信, 他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从1961年算起, 至少五年不变的五年改为七年, 并加了一句, 在1967年, 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 坚决不变, 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 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的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 将原稿中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 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之有利的三个字前边加上极为二字, 成为对于发展生产是极为有利的, 将原稿中社员护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 在原稿中在现阶段, 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在现阶段之后, 加上了在很长的时期内, 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句, 毛泽东将修改稿退还周恩来, 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他写道做了一些修改, 有几点是重要的, 请你召集傅春、 镇林、 鲁岩、 郑仁、 博达谈一下最后定稿, 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 11月3日下午, 周恩来召开会议, 讨论定稿后, 立即向各中央局、 省、 市、 自治区党委、 地委、 县委、 公社党委、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 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即十二条, 这十二条指示是, 一、 三级所有, 对为基础, 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二、 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三、 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四、 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五、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六、 少扣多分, 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 七、 坚持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则, 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期开, 八、 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 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九、 安排好粮食, 办好公共食堂, 十、 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 活跃农村经济, 十一、 认真实行劳役结合, 十二、 放手发动群众, 整风整舍, 十二条发出后,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 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 他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十一月五日, 在聂荣臻指导下, 以张爱萍为主任, 孙继先、 钱学森、 王正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 在九泉发射场, 成功地组织了中国自己制造, 使用新的推进机的第一枚进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十一月五日这一天, 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 邓小平为政, 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 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并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委员会, 对苏共的错误观点提出修改意见, 为代表团做好理论上准备工作, 后来在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一日, 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主持召开, 有八十一个国家兄弟党参加的会议, 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苏共中央利用这次会议, 公布了一份长达六万多次的信件, 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 暴露出苏共中央要控制一切, 指挥一切的态度和目的, 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会议上, 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和错误做法, 进行了揭露和斗争, 同时苏共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批评, 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 告世界人民书, 始终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有所缓和, 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批评不得, 一切由苏共说了算的局面, 11月15日晨, 毛泽东看了关于中央机关抽调万民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后, 在报告上写了两个重要批语, 此前, 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 在11月10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 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民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 说中央一级机关单位在听了总理的报告以后, 对抽调万民干部下乡的工作, 决心大, 行动快, 迅速地掀起了申请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 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由各单位提名, 经过各口两个机关党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反复审查, 确定了下放干部的名单, 据11月9日统计, 中央初步确定下放干部共10176人, 不包括调给各中央局的干部, 占中央机关13万8千多名干部的7.33%, 其中17级以上党员干部1673人, 占中央机关16800多名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9.95%。 毛泽东在上述报告中写的《批语全文如下》总理在讲大好形势, 学习政策的过程中, 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 坏人当权, 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 吃不饱饭, 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 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农村工作极为艰苦, 要有坚强意志, 绝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 否则不能去。 以上请你着定, 毛泽东15日沉, 全国大好形势, 占三分之二地区, 又有大不好形势, 占三分之一的地区。 五个月内, 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 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 五个月工作的转变, 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 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 邪气下降, 正气上升。 11月1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给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 关于彻底纠正五分问题的指示, 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 各省委, 市委, 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仲同志报告一件, 湖北省缅阳县总结一件, 湖北省缅阳县通海口公社 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 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 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 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 错误严重的, 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 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 也是好方法。 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 只要情况明了, 事情就好办了。 一定要走群众路线, 冲顿发动群众自己起来, 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 反对恩赐观点。 下决心的问题, 要地, 县, 涉三级下决心坚决地贯彻到底的决心, 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 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只要情况明, 决心大, 方法对, 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 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 即十二条, 又把政策交给群众, 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 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 十二月上旬或中旬, 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 听取你们的汇报, 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1960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指示中所说的 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的会议, 就是后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 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接见了来访的阿根廷、 波利维亚、巴西、 厄瓜多尔、 日本、墨西哥、 秘鲁等七个新闻代表团 和古巴革命电视台摄影记者 何赛、塔皮奥、塔尔玛。 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 陈毅, 还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副主席金仲华、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康毛赵、 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周儿妇。 在和这些新闻界朋友合影时, 陪同外逼一起来的安岗, 怕毛泽东太劳累, 建议他和大家一起合拍一张照片。 毛泽东却说, 合影有个谁排在前面, 谁排在后面的问题, 还是一个团, 一个团的照吧。 十一月十八日晚, 周恩来总理和陈一外长 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 上述新闻代表团安岗出席作陪。 十一月十九日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代表团。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副主席王云生, 书记处第一书记王一, 书记处书记安岗, 李炳全等作陪。 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为中央转发辽宁省委 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 写了一个批语, 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资质区党委、辽宁省委 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 转发你们参考。 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很及时很正确的, 要求各级党委 以像辽宁一样切实安排市场, 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中央提醒你们注意, 辽宁省委所提出的问题 各地都有, 带有普遍性。 农业受灾减产, 固然是生活用品缺乏的重要原因, 但是许多同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日用必需品, 例如食盐、煤炭、火柴、灯泡、 胡窗纸、缝衣针、炉筒子、 眼药水以及锅、碗、盆、筷等等发生脱销现象。 修理、缝补、理发、洗澡等服务行业也发生排队现象, 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 我们党是一贯关心群众生活的。 近三年来,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越近, 在不断越近的形势下, 稳定国内市场, 安排好6亿5千万人民的生活, 比过去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 中央在1958年提出了一手抓生产, 一手抓生活, 群众的干劲越大, 就越要关心群众生活等一系列明确的口号。 必须指出, 能不能保证国内市场的继续稳定, 能不能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定性条件。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切实安排一次市场上的问题。 在工业生产上, 一定要把生活必需品安排上去, 保证必要的燃料、原料材料和劳动力, 绝对不要把生活必需品挤掉。 在服务业方面, 一定要调整充实, 并且适当发展, 便利人民, 不要有丝毫忽视。 在商业部门应当注意商品的清查和调整。 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 既要考虑生产需要, 又要考虑生活需要, 不得偏废。 因为这是关系到多块豪省执行党的路线 和高举三面红旗的问题。 中央相信, 只要各纵党委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快下决心, 断然处理, 市场供应情况一定能够扭转过来。 你们打算怎么办? 请速报中央。 中央1960年11月24日, 11月28日, 毛泽东看了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 为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 写了一个批语, 全文抄录如此, 各中央局, 各省, 市, 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 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 很有参考价值, 值得你们吉地, 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 甘肃省委在座自我批评了, 看起来批评的还算切实, 认真。 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道看了两遍, 他说还想看一遍, 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他自己说, 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 同命运, 共呼吸的。 他说, 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 一定要改正。 例如, 错误之一, 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 设想得太快了。 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 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规定由社会主义,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 是马列主义的。 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 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 那一段开头说,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是一个过程, 有些地方可能较快, 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 有些地方可能较慢, 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现在更正了, 改为从现在起, 至少同志们注意, 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 即使将来变的时候, 也是对共社的禅, 而不是社共队的禅。 又规定, 从现在起, 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 按劳复仇, 坚决不变, 二十年后是否能变, 要看那时候情况才能决定。 所以说, 至少二十年不变。 至于人民公社对维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 至少七年不变, 也是这样。 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 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 也许再加七年, 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 总之, 无论何时, 对的产业永远归对所有或使用,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 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 不是此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 而是依情况, 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甘肃省委这个报告, 没有提到生活安排, 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线, 设, 对的摸底和分析, 这是缺点, 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 请大家注意。 中央1960年11月28日这一天, 毛泽东补了光明日报发表的论文, 从设计积木式机床, 试论机床内部毛队运动的规律后, 立即要求红旗杂志予以转载, 并给作者写了一封回信。 他写道,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 及自动化专业分总之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 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非常高兴, 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 只恨文章太简略, 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 还不甚明了。 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 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 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 对于车、 洗、 墨、 袍、 钻各类机床的特点, 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 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 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 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 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 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 则不胜感谢之志。 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 后来在红旗发表时, 毛泽东在新末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12月6日。 1960年12月3日, 中共中央根据自11月21日, 出现钢、铁、煤级运输生产逐日下降的情况, 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 指示中说,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 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如果完不成生产任务, 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 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 都是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号召下, 这一年的钢产量到年底最终达到了1866万吨。 12月17日, 毛泽东要学习英语, 他给秘书林克写了一个遍函, 他写道, 林克, 莫斯科声明英文一本出版了没有? 请你找两本来, 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毛泽东12月17日1960年年底, 一部分省份老百姓的艰难困苦生活, 已经让毛泽东启示难安了。 可就在此时, 他身边也发生了一些让他不高兴的事, 菊香书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整风活动。 这次小整风的起因是多方面的, 据高智说, 他知道的几件事, 有一名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书房打扫卫生时, 看见书架上有那么多的书, 没有给毛泽东打招呼, 就拿了一本回去看。 毛泽东一生即真是书籍, 在战争年代什么都舍得丢, 唯有书籍丢不得。 这一次, 他发现少了书, 非常生气, 就对这位工作人员发脾气说, 不懂规矩。 他又交代王东兴, 不要他在这里干了。 于是, 这位工作人员就被送到了农场。 后来, 毛泽东问起这位工作人员的安排情况, 当得知是被送去农场参加劳动, 很不满意, 就说他还是个娃娃嘛, 怎么能这样搞呢?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 这位工作人员又被送到了空军, 不久入了党, 成为了一名部队干部。 还有一件事, 有人反映, 叶子龙的老战友请他吃饭, 他就带上高智等一些人一道去吃, 这就成了痴痴呵呵的不正之风。 而最主要的原因, 还在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之间, 存在着极复杂的人际关系。 鉴于这些情况, 毛泽东找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谈话, 说他发现身边有老鼠, 要求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 清除老鼠,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 于是, 汪东兴立即召开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 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开展了小整风活动。 汪东兴在一次会议上指责一些人说, 你们到了外地, 到处要东西, 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 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 他又转向高智说, 高智, 你是不是跟武汉的同志要了肥皂? 高智见汪东兴点到了他的名字, 就把事情的原委叙述了一遍。 原来, 高智在上半年跟随毛泽东到武汉, 听张管理员说, 厨房的肥皂不够用, 就问武汉的负责人能不能买一点肥皂? 那时候公营很紧张, 武汉的负责人听高智这样说, 就非常支持。 张管理员从他们那里买来了肥皂后, 对高智说, 别的同志都买了, 你不买点。 于是, 高智也买了一条。 高智讲完了事情的经过, 检讨说, 向武汉的同志买肥皂时, 我没想到政治影响, 汪东兴依然不依不饶, 要高智提到高度上认识错误。 高智说, 我再也提不到什么高度了。 汪东兴就狠狠地批了高智一顿。 汪东兴和高智的矛盾, 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有一次, 高智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 汪东兴来了, 说要看看毛泽东的文件, 高智一口拒绝了。 高智心里想的是, 主席早有交代, 这些文件连江青都不许看, 主席批给他的文件他才敢看, 不是批给他的他就不敢看。 你是警卫局负责人, 你怎么能随便看? 可他嘴上却说, 杨尚坤主任和叶子龙主任没有交代, 我不能给你看。 你要看, 得有他们的批准。 汪东兴闻言, 一脸蕴色, 扭头就走了。 此后, 他俩的矛盾就越来越深, 高智一忍再忍。 现在, 他终于忍不住了, 就站起来指着汪东兴说, 一条肥皂, 我提到政治高度, 你还叫我提高。 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 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肉? 还有菜籽油, 你为什么送人? 还给了我一斤菜籽油, 你这是啥意思? 汪东兴见高智, 当众接了他的老底儿, 恼羞成怒, 指责高智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 高智是又急又气, 大声说, 你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 这是胡说。 两人争论的这件事, 起因是, 有人起草了一个如何做好毛泽东的秘书, 安全保卫工作的文件稿, 征求高智的意见, 高智提出, 可以把顺序改改, 那安全保卫一条放在最后。 汪东兴见高智不认账, 就质问他, 你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卫放在最后, 机要秘书为啥不放最后? 高智也不失落, 他说, 机要秘书是我的日常工作。 在小整风中, 像这样的争论尽管不少, 但是争论归争论,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还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 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小整风结束后, 毛泽东根据大家谈出来的问题, 统计了一下, 从他的稿费中拿出近万元, 派专人下去, 从天津开始, 然后是河南、 山东、 上海、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一一退陪, 并到了歉。 预知小整风后,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变动, 待以后再做详细交代。 东方盟约,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 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 数月不吃肉, 不吃鸡蛋, 和全国人民一起共赌难关, 着实感人。 他不但言于律己, 而且对正在北京大学习的最心爱的小女儿李乐, 也严格要求, 从不给予任何的特殊照顾。 本章所叙述的李乐周末回家吃饭一节, 我是边血边流泪, 改一次哭一次, 以至于气不成声。 由此联想到一些盛世权贵的儿女们, 有几个不是被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深造, 去镀金呢? 人们常说两个社会两重天, 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吧。